各位大家好 今年2024年的Computest實在太熱鬧了 搭上AI的熱潮 黃人訊那邊吵來吵去的 所以第一天來的時候就已經擠不太進去了 跟之前一樣 我還是主要是看的是關於視訊方面的產品 關於直播方面 視訊導播機方面的 還有視訊檢取卡方面的 這個Computest這四天以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這個世貿的二管 會比較多的關於電腦周邊方面的產品 會比較多好玩的東西 那麼視貿的一管的話 要在四樓會比較多 關於這個直播方面的產品 那麼等一下的話 就是會根據我這四天看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接下來我們去看那個圓鋼吧 圓鋼今年的主要的方向應該是在 4K144的電競級的這個擷取卡 我們來先看他第一個產品 他第一個產品是結合的那個 那個賣衣服那種直播方面的 然後他就是 他有賣這個 麥克風啊 還有這個 攝像頭然後把它直立了 然後進入他們的這個軟體 這個不是OBS啊 這是他們家的軟體這樣子 然後這附近有他們一些擷取卡的一些應用 然後聽說他的 他的這個軟體他是有美肌的功能啊 他就是介紹這一個應用的一個場景 賣衣服的這樣的一個直播的一個 現場的一個示範這樣子 然後他有在賣那個 那個AI方面的東西啊 他AI的主板在這邊 他的AI的主板在這邊 他的玩法跟剛才的充態也是差不多啊 他是做出一個開發板出來 然後基於這個開發板 然後可以做一些應用 這個是他們的開發板 叫做 AI的開發板 然後這個是他的PM啊 對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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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擇MFM就對了 接下來這家是那個日本公司啊 他是做AI的這個自動辨識的機器人設備方面的 他有點像是那個樹莓派的這個開發板一樣 看一下 這是他們自己的一個開發平台 叫做Kaki IP 然後這家公司是在這個日本的大阪 然後他們的開發就N個攝影機 然後連接到他的開發板上面做智慧的監控 HDMI轉MIPP的這個來源 我就連接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是 這個UVC IN 這邊是IN 然後HDMI出 我就連接上來 然後最後我再通上這個USB攝影機 這樣就畫面了 你看這個畫面就是這個羅技的攝影機了 我前端的攝影機可以換羅技攝影機 或者是任何的USB2.0攝影機 他就可以成功的進入到這個SoC的平台了 你植物上可以使用樹莓派 NVIDIA的開發平台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他可以說自動的 不會撞到牆壁 然後這是他的開發平台 這個 開發平台 他裝兩隻的攝像頭 像這樣子 他有點跟機器人做結合 我們繼續看到有一家蠻特別的喔 你看 他這邊是那個 他有一個叫USB3.0的伺服器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什麼是USB3.0的伺服器啊 可以把遠端的USB device 透過網路的連結 然後在PC上可以安裝一個軟體之後 對PC來講 這個遠端的USB device 就像是裝在PC上面使用一樣 那我什麼都可以用嗎 比如說我接什麼滑鼠啊 接什麼鍵盤啊那些的 滑鼠、鍵盤、硬碟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還有硬錶機 USB裝置其實都可以 OK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 這個產品嘛 他就是一個USB的伺服器 前端是接USB的列錶機等等的 然後呢 這邊是透過以太網路 然後連接到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端需要裝一個APP嗎 我們公司開發的應用程式 對 我們公司有開發 一個應用程式 用來連結這個伺服器上的USB device 那目前是只有支持Windows跟Mac對不對 對 目前有支援Windows跟MacOS 有沒有支持 比如說我這個東西 我連到路由器啊 他不是就可以變無線了嗎 是 其實我們這個本身也有無線的功能 我故意要連到路由器嘛 假設我連到路由器嘛 家裡的路由器 不是就可以變成無線了嗎 是 然後呢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iPhone來錄影啊 目前iPhone或手機上面 是還沒有那個 對 App 未來應該有機會啊 如果客人有這個需求 我們是可以做的 沒問題 重點就是你的 他要實體出來就是 你的那個 你的電腦啊 一定要裝他的APP 比較 也就是 使用上會比較 對 就是其實 我覺得我更理想的就是 他出來就是一個實體的 真的實體這樣 其實我們公司有另外開發一個 就是 點對點的 另外一端的 電腦上面也是有一個類似的裝置 所以就是一個 Transceiver跟Receiver 對 這樣子的話 就是把軟體全部都做在這個 module裡面 對 以電腦上面他就不需要再裝 另外一個應用程式 對 也不用關Driver什麼都不用 有帶出來嗎 那個東西有帶出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之前有幫客人有做過 那個是客製化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的標準品 那 剛剛那個是 是extender 那個是有客人有需求 那是我們另外 針對客人做的客製品 就是 他這個圖嘛 就是 前面可以接很多的裝置啊 然後透過電腦啊 可以一對多嗎 可以 可以一對多 對可以一對多 有點想買來玩玩看 這款是DJI Pocket 3 他本身沒有HDMI輸出 這個傳輸線啊 然後連接到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非常特別 然後連接完之後呢 HDMI輸出 連接這邊 這邊要連接你的電視 這時候你的DJI Pocket 3 就變成一個HDMI輸出 連接電視 那他其實是有聲音的 嗨 有聽到嗎 有回音嗎 因為太近了 哇 我終於看到一家 對於這個直播設備 非常專業的一個廠商 很 很 就是很低調的公司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到有一個產品 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導播機 這個有幾個功能啊 你看喔 他這邊可以切換 然後 他這邊有那個 他在按鈕按下去 他可以調大小聲 紅色是已經是最小聲了 綠色可以再調最大 藍色緊繃 然後 這邊有個switch 這個switch是跟你的這個OBS 去做結合 他去switchOBS的這個場景 比如說你看喔 你看 他是控制OBS的場景 他不是控制這一個 導播台的這個視訊輸入 他是控制場景1跟場景2 注意看喔 這樣子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導播 導播機 然後現在我們看他的這個 植母畫面 就是這個可以跳 PIP這邊 他這樣轉 你可以透過壓下去 你看這可以轉大小 再按一下 可以切換位置 再按一下 切換大小 這樣子 這個是耳機的聲音 這個是耳機的聲音 麥克風的聲音 HDI的聲音 HDI2的聲音 然後這個是切換這個場景 他可以做到切換這個OBS的場景 還蠻厲害的 就是這一家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嗯 就是做一些那個 AI方面的攝影機啊 現在都一定要跟AI扯在一起啊 然後這台就是那個安卓的一個直播 直播的盒子 還蠻有意思的公司啊 其實台灣很多小公司都 做一些很奇怪怪的應用 這家 我們現在來看到一家 專門做這一個 奇怪的 屏幕的廠商 你看 這一款 你看這個屏幕啊 他可以旋轉耶 你看 欸 旋轉旋轉 還蠻厲害的喔 他是那個 自帶那個安卓系統的一個屏幕 可以轉90度 這也是我一直想找的啦 請問一下這一台那個 他是 是怎樣的東西啊 可以介紹一下 當然可以啊 我給你介紹一下喔 好的 這是一台 27寸的採用了LG原裝屏 原裝屏的一台 可就是可達到戶外去用的一台 智能屏 然後您看它這個角度啊 還有這個屏的高度啊 都是可以自由調節的 然後您看當光打到我們這個屏的時候 就完全不會影響到我們看這個屏的清晰度 然後這個屏呢 這機器呢 是可以連接Wi-Fi還有藍牙 那目前我們已經是安裝了一個TikTok在機器裡面 您看一下 就是不管你是這樣子去滑這台機器的話 它是非常的絲滑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是專門做那個直播的鏡頭的廠商 然後這個就是帶那個K歌功能 就是 就是你看主播啊 他要唱歌的話 他需要 聲卡是嗎 對就是把聲卡 就是把聲卡做得像遙控器一樣的 蛤 聲卡做得遙控器 對對對 這個就是 也不用電池 代理電池的 聲卡做得像遙控器 對 這是我們自己開的四幕 那怎麼聲音要怎麼收 沒有啊 這個你只要領家麥接好的時候 直接就可以嘛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配套一起的嘛 這個我們早就等於方案就已經現成了 比如說我用這個攝像頭嗎 不是我用這個領家麥嗎 這個嘛 然後這個怎麼用呢 這個我直接比如我現在要K歌 我直接按一下K歌 我就這樣我就可以K歌了 K歌是什麼意思 K歌就是我比如我 我本來我聲帶就不好 我唱歌很難聽的 但是我用這個K歌就帶混響的話 就像有伴奏一樣的嘛 那你聽起來就是我感覺我唱歌很好聽 那有什麼音效聲音嗎 音效 對啊然後比如說 掌聲謝謝 還有摸摸打 是不是 歡迎啊 對不對 還有離曲 所以一定要搭配這個才可以用 對對對 那如果搭配 然後不好意思喔 假設搭配真的弱的話可以嗎 那不可以 因為他本身他的東西 他就不帶不帶這個功能 他的芯片就不帶這個功能 那我要怎麼用 比如說他這無線的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打開無線之後 他自己就會被他接收到 對啊 我直接開開 點這個藍牙就可以了 藍牙 對 直接按一下這裡就開 那但是他還是有 有那個 這是一對的是不是 啊 對對 對對 這兩個是那個 這是兩個麥克風 兩個麥克風 兩個麥克風 然後這個是插手機 接收接到 iPhone嗎 對 iPhone啊或者安卓都可以的 對對對 然後你這個遙控器的話 他的玩法是 這個麥克風先經過遙控器 再用遙控器 傳到你的 對 那個設備上面 我的想法是這樣嗎 對對對 經過遙控器 遙控器再經過 那個 那個 接收設備 對對對 那個這個蠻屌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總共就這樣的話 就是 就方便人家那個嘛 方便人家這個唱歌啊 對 而且還 小巧嘛 他夾在這裡也方便嘛 對對對 收音到底好不好 你知道不知道 這個 現在這種技術也很成熟了 不像幾年前了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它本來就是現成的芯片 只是把這個芯片啊 擴充了這個領域 然後呢 那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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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生卡 本來它是 很成熟的 都是十幾二十年前就有了東西 他只是把這個意識形態改變了 就不願 大家不願意放在這個桌面上這麼大 是不是我手上拿著很小小的 我就這樣看著呢 舒服 男生女生拿著 他就就小巧嘛 他實際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獨立做這個 這樣生卡 有 然後我不要透過你家 對對對 有 別家 有人對於RODE 有 有 我們做了 但是只是說 因為這次艙長來的充滿 我們 你們有做就對了 有做 有做成直接就 我看一下 沒關係 那我們知道 我們再會後再跟你聯繫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你喔謝謝 我們現在來看了一家 是那個 EasyCast 他是專門做那個 手機的無線投影 這個啊 就是 USB Auto Mode 連接到iPhone 因為iPhone 15是 走USB Auto Mode 然後他這個也將 那個 USB Auto Mode 的訊號 轉成無線的HDMI 然後投影到這個電視 然後他這比較厲害是 他可以轉90度 在那個RX端的時候 在這位那個小姐 按的地方 他在藏在這個電視後面 按下去他變成是橫式了 喔他現在是顛倒了 你看 然後再按一次就 喔他叫標準的這個直式 然後再按一次就正常了 好 那這個東西啊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說 好處就是很方便 但是有幾個小問題就是 並不是說 所有的安卓都有USB Auto Mode 有一些什麼小米啊那些沒有的 另外呢 如果你的手機是 iPhone 14以下 那是Lightning那種的話 因為不能啦 因為他只能走USB Auto Mode 那Lightning那種介面 就不能用了 另外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是走無線的 那無線的話 你在這個正常情況之下 是沒有問題 如果是在這干擾很多的地方的話 你要考慮到有可能干擾的問題 但是他也是走5G的啦 所以這個干擾問題 可能會比較少一點這樣子 那就是 第一個就是 無線的干擾問題 第二個就是 相容度 不是說所有的安卓的USB-C都可以走 你要看他有Auto Mode才可以走 還有Lightning的iPhone 是不能走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產品還蠻有意思的 跟去年的這個產品比起來 是有 就是多了一個直式橫式的切換這樣子 我來介紹一款 跟我產品很像的東西 他們預計才會明年會出來 先展出來 一個就是 USB Webcam 跟HDMI 進來的一個 PIPR 還有一個就是 視訊的切換 就是這一台 他可以接Webcam 然後呢 這邊是 PS5 然後你會接到那台的設備 那台設備能做什麼 他就是做 這個 牆壁上面的這個 PIP 這樣子 那有一路的HDMI 是 Bypass出來的 那還有一路的是 UVC的出來 就是這樣的 連接到電腦 可以做直播 然後他上面的一些介面 就是 他是用手可以觸控的 比如說這樣 可以觸控的 我現在不敢摸 他在用 這樣 我們看一下介面 這個應該是 有耳機 有記憶卡 然後有 HDMI OUT HDMI OUT有兩個 藍的跟紅的 大概是這樣 他不會太當然 再說 來 到 裕 到 我 把 好